雪州水工管理公司今天宣布 受到水管破裂影响 巴达林县和巴生县142个地区 下午3点开始水工中断 以进行维修工作 预料明天凌晨3点可以分阶段恢复水工 根据雪州水工管理公司稳告 沙亚南第15区因为第三方 在靠近联邦大道的道路进行建设工程 造成水管爆裂 当局从下午3点开始维修水管 巴达林县和巴生县142个地区的水工受到影响 预计明天凌晨3点才能恢复水工 在水工中断期间 当局会派出水槽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派水 民众也可以在雪州水工管理公司脸书贴文 获取受影响地区的名单